從三角草充裡面摸過來 但是後方又卻可以趕過來 咪咪蛋應該是要被逼閃了 結果還沒有交閃的時候已經被暈住 哇 手插送出去 潛航衝擊連出手都來不及 就死去了 如果你說 欸我覺得 我有閃板加閃握 perks這裡被留住 但是還可以交閃線被上了虛弱 兩段是踏步踏開 煞星幻象還在燒 這個中度是連燒了兩個閃亮的閃線 自己是能夠逃掉 潛航衝擊敲下去 彈塔是expert在彈 他的塔已經爆了 咪咪蛋應該是走不太掉了 勾牆壁 結果還沒有勾出去 就被這個屠夫給砍下來 看起來目標 G2又是放在了咪咪蛋身上 咪咪蛋這裡能不能逃脫呢 先用深淵鐵貓勾了一下 然後再被暈住 側邊有Karsa趕過來支援 一個增密撲筆出手 看起來這第四槍 應該是要以蜘蛛Xback來做傷害 但是第四發又打出去 Chaker被綁住還有蛇蛇趕過來支援 Chaker應該是走不掉了 五個人的包夾 最後是倒下 我覺得這一波的話 是算是閃亮的反應很快 你也不用說什麼 你買外套要冬天穿嘛 你買這個水銀 你一出馬上就用到了 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是 那隻要小心一下 因為旁邊有鱷魚趕過來 但是Van這裡是被獵殺了 Karsa往前跳了一下 直接收下了這個AD的人頭 後方Miffy趕過來 也要被留住嘛 最後是被逼出了閃現 抓回來其實有讓這個命運 但是我又是瞄準Betty 但是索戀沒牽到 這個二贏一技打上去 都致命伏筆出手 Perks這裡沒有被留住 但是開G了 這邊是要來切割整個戰場 握住 但往前他不想來換 最後這一個狙擊是把Perks給G掉 漂亮 也是開大學趕到 Chick這裡上掉 但是沒有矛點 下來是用小蟲子當矛點 後方趕過來 Miffy趕過來敲下去 這邊是敲在了Chick身上 但是現在Miffy趕住前排的傷害 把S-PAN給留住 進入了肚子裡面 X-PAN能不能活住 在側面S-PAN要準備退場了 Miffy傷害很高 而且這裡Miffy跟X-PAN都沒有血量 旁邊的鎖鏈Perks又拉空 這裡是由Miffy開起了大學 但是... 哎呀 死路不通 被封路了 尷尬 比較可笑 他們如果等下一步兵進來都在打花 TPTPTP 但是Perks那邊能不能被斷掉 有 Miffy彈的鉤子見攻了 他... 這個... 這個船其實也是... 意外啦 他可能想說這個 我如果先開掃野 哎來了 看起來是把... GC步要放到的雷茲Mepo身上 是一個三甲 雷茲這裡要逃跑 Mepo走掉了 漂亮 這邊其實我覺得... Mepo的... X-PAN直接開大學 留Miffy彈 但是側面一堆閃亮的人 是一個三殺二的局 他沒還到囉 直接強握在X-PAN身上 X-PAN身上還有GA 命名單把他給定住 之後X-PAN被強作一敲開 但現在是KARSA尋求一個進場的機會 再一個深淵鐵毛 X-PAN這裡還活著 之後直接被打掉 北體駕槍 這邊應該是要圈對G2的成員來切割戰場 X-PAN最後是站起來之後 可以逃脫是沒有問題 但是第四槍 一個非常優勢的一個情況 鱷魚挑Mepo 到底誰會挑贏呢 哦呦 Mepo這個丟Q 有丟到 後方他敢接到進場 Mepo先用進化解開 在交閃線逃跑 但是這個知名符比是被Mepo給化解掉了 閃跳的東西來的會比較快 Mepo在後面要斷後 蛇蛇也在側裡 在側邊 蛇蛇也在這邊 但是這個破破球口有沒有要丟呢 這裡是由Mepo先行扛傷害 一個知名符比出手之後 直接架狙擊後方亮TP 這應該是勒布朗的TP要進場了 結果進場之後 是把目標放到蛇蛇身上 蛇蛇牽了之後 交閃線先躲開PerX的狙擊 鱷魚已經被放倒了之後 PerX這邊為了躲避KARSA的追擊 也是躲到了Mepo身後Mepo被賣掉了 漂亮 Mepo再拿一個人頭之後 還要再進場 一進來之後 直接到紫飛沉 之後被你閃線之後 第四槍直接把他給蹦掉 把勒布朗給收掉之後 現在後方的人 G2這裡剩下兩個人而已 應該是可以逃脫 但是閃跳這個團戰大勝利喔 一開始的時候 在這個三角草叢的一個地方 蛇蛇是用他的蟲子擋掉了蜘蛛的榜 但是我覺得接下來那個爆破球果 看起來算是這個一個意外啊 就是他彈下去的時候呢 是把他跟這個鱷魚一起彈下去了 然後把鱷魚彈到他們的隊友正中間 瞬間就把他給收了 鱷魚要來拚中了 哇這邊拚中其實的話 但是鱷魚的位置已經被抓到了 要看蛇蛇有沒有辦法 蛇蛇來了 蜘蛛先上掉 但是巴龍血量剩下兩千 蜘蛛再下來 蜘蛛沒有位移技能了 一個爆破結果下來之後 馬上進入了這個洞洞裡面 然後被殺掉了 其實連雷茲我都不見得覺得 他有辦法收掉 他可能收這個Betty 或是這個蛇蛇的話 都算是還OK 不過是轉線 這是一個快速輪轉 趕來地圖的上半部 perks採進來之後 馬上要退場再換位回來 上路的高鐵塔已經爆掉了 咪咪彈來做掩護的撤退 但是往後面勾了一下 咪咪彈半血強 送你插下去之後 把Mithy給秒掉了 後面再次KASA 略是飛越的進場是飛 也要被打倒 Maple拿到一個Double之後 現在把目標找到了 Chick身上 Chick也要被狙死了 又卡拉斬下這顆人頭 Maple是很英勇的往前 鱷魚哭下去 又爬起來 應該沒什麼事 但是這邊 這個轉其實蠻漂亮的 要來GG了 應該是可以一波帶走這個遊戲喔 漂亮 下路的超級小兵衝進來 狼粉們 衝過來幫助閃電郎 把主堡雙打機給拔了 我們要恭喜閃電郎在這場比賽 應該是要結束了 一槍900點 蹦掉了G2的perks 恭喜閃電郎在第一場比賽 馬上就得到了勝利 而且遊戲時間很快喔 32分鐘而已 不僅這個遊戲時間短 中間沒有發生 這時候的時間做的腳也是麻了 但 Karsa是知道對方動向下路 又是Mithy出攻 但是Van這裡血量已經被Betty打了一波 SVan這邊被上了虛弱 兩邊虛弱都放了 有Mithy Karsa還但是進入一個黑屏 完全沒有畫面 一回來之後就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那倒也還好 草石這場 你完全放任他不管 但Trick要繞背了 從三角手繞過來 三角手現在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為Mithy也夾過來了 血清煉殺開起來 後方亮TP Betty交閃線 這個收隊拋子沒有拋到 最後反正是拋在了瑟蛇身上 但Trick這已經殘血 瑟蛇交了閃線 但這一個等於是火箭 有留住人 瑟蛇他送出去 是由雷格爾拿到 但Betty也走不掉了 下路是四個人的集結 其實我覺得這一波的話 閃電洋的溝通上面是有失誤的 因為 沒拉掉就賣掉瑟蛇就好了 結果Maple也被抓到了 這個深淵田拋出勾 Maple被逼出了閃線 鬼步也暗了 推球有推到 但後面好Trick Maple要小心Trick 跳出來 滿殘虐網子有網盜 快要是沒有魔力 點了第三槍 傷害不能夠交閃線 但反身的一個超能解放傷害不夠 要選擇C嗎 因為其實Expect量傳喔 這個C的風險有點高 因為這裡Expect是有大絕的 Maple被留住 但開了立場 先阻斷Mikdi的進場 牆終於敲下去 Maple這裡有點危險喔 但傷害量看起來 Maple是可以扛住 而且在轉角 Maple吃到一個電池麥兜 都被上個虛弱 Park是開走位 但被球給推開 鬼步開下去之後 沒有閃線的 但這條電池麥兜 搶到了 卡拉再往後一飛 牆終於敲下去 這個等於火箭有放 但Maple是一個閃推 想要推藍寶定牆 但是沒有推到 不過也沒關係 小龍拿到了 還沒有拿到手的時候 閃電池是率先開啟這條蜂龍 是第二條的元素飛龍 Maple也趕過來後方亮TP 這個應該是Expect要準備進場 其實獵殺聲音也開來 看一下C的跳的人是誰 往旁邊一跳 跳到C的身上 大兵線出手 C的被留住 牆終於敲飛 被留下來了 貝迪被敲飛之後 現在隊友會合要來作戰 命運來交閃線 先逃過Pex的傷害 超人解放放下去 直接超賭了歐洲法王 現在還有一個撤切的機會 貝迪神就往前 走第一個的AD 但卡拉手再次跳出來 想要孤狼虎 收人去一個殘線 但命運來在前面 坦到不能再坦中撿圓盾 把血量給回復起來之後 這裡子飛也倒下 漂亮 閃電池一波 在小龍區的夾擊 拿到了四個擊殺 這個完全是一個 非常極限的配合 我覺得先講一個是 閃電池其實在這場利用轉線 就等於 我覺得是把技術 耍得有點團團轉 每一個地圖物件 都是由他們先手率先奪取的 哇 巴龍了 然後直接吃巴龍了 貝迪的血量其實還蠻陡的喔 不過在吸血到 還可以試試看上了群盾 應該可以 因為現在血才21分鐘 這巴龍應該是穩的 因為現在沒有人復活 然後 應該說有兩個人復活 但是他們都不是可以偷到巴龍的人 然後再來是 Trick根本不在 他還在這個溫泉裡面 剛復活 恭喜閃電池在這場比賽 然後第一條巴龍 對 這一波其實這個 我覺得這個其實G2量傳的這個點 還蠻好的 直閃電池吃的時間有點快 所以他們如果真的想撤 貝迪的大兵件 射在那個Trick身上 Trick第一時間被擊火了之後呢 貝迪這邊是被收到控制 我覺得這裡很關鍵的是 咪彈其實坦了非常久 它是坦了四個人的傷害 沒有倒下 然後Perx迷路了之後 直接被Memo收掉 後面這裡我覺得貝迪 這個操作 我是欣賞的艾大哥 他AD走第一個的 對 卡薩也是意氣直接硬跟上 然後配合這個紅BUFF的傷害 是直接把這個 他有一個小細節 他有過去撿那個盾牌 他有過去採那個圓盾 然後貝迪是直接收下了 最後這個 我覺得迷彈其實在這兩場 扛的都非常非常好 我可以看到他到 都在20分鐘左右 沒有人要守耶 這是出現嚴重的一個配線 15G2是連放兩塔 中路不守 中二塔也不守 下路的話則是Memo一個人單推 就通通都不要守 都不要守耶 就放放 最後就Full Fun 就Vocation Vocation耶 他們 他們是不是累啦 因為 我覺得他們其實在這幾波 又是超能解放 現在大兵劍 密敵 在這裡也被留下來 但PerX又被超渡了 Double Kill 黑暗星體 這個 我覺得G2這場比賽這個轉線 跟他們的這個 換線的一些進行來說的話 都超喜喜 就是他們 明明你們有非常大的優勢 前期然後2000塊 然後有細微 你們要轉線非常簡單 但你們選擇不轉 然後後面是 不是這個是一波爆到底耶 中路一次破三塔 下路一次破光光 然後呢 對方 人也 剛剛也死了很多人 結果原本 輸兩千塊的閃電王 現在是反過來贏了八千 來回一萬塊 才短短的幾分鐘 三分鐘而已耶 哈囉 你們還有要繼續玩嗎 G2 就 這個太奇怪了吧 三分鐘一萬耶 我覺得他們從前期有優勢的時候呢 那個輪轉掉線就被閃電王 抓到團輪轉 然後剛剛那一波團戰打完之後 被拿八龍 他們感覺就是找不到這個人生的目標 開始三個 五個人站在三條不同的路線上 然後被各個擊破 哇 難道現場又要變圖書館了嗎 Chic走過來 虛弱虛才沒推到 但後方 又被拎到了 Chic是直接中到兵艦搭配者 所有殺 鎖上去Chic已經死了 但後方Maple的辛多拉也被抓掉 Color再一次的略次飛上去之後 把傑西給斬下來 歐洲法王再次暴斃 ZFAN一個回旋針刮下去之後 BANDI是殘血明明的 再撞ZFAN在盯在牆壁上面 萬箭啟發 尾斷BANDI收下了ZFAN的人頭 但是中下兩路都攻破了 剩下最後一路 這一瞬間就八九千塊錢 這場 有點超乎我可以理解的範圍之內 他的 這幸福來得太突然了 不是 你知道前面G2其實真的贏蠻多的嗎 這個真的幸福來得太突然了 就是原本我說了兩千 嗯 哭吶 到底要怎麼打呢 結果對方就把現金捧在手上 然後應該不能是這樣講 就是現金先拿著 然後三兩千一波團戰勝利之後 一次滾到底 那個輸兩千是說你那個錢期待 歐唷 明明達是流氓對不對 這樣衝喔 而且ZFAN是把自己的大絕也逼掉了 然後後方卡拉達直接斬殺掉這個人 大兵劍出手 雖然是一個空大 不過這個高地塔應該也是要讓閃電狼 聯手拿到 三兵營 這個 我還沒有聞到那個味道 不過三兵營 是一個絕對優勢 才25分鐘 來到了主堡前面了 開點 不是 這個G2是 怎麼了嗎 我覺得這一切都來得太突然了 在這個10分鐘裡面是風雲變色 有了 這一波G2想拚 但是明明在超坦 他是踩在那個等力之火箭上面 然後徒步走出來 這大絕是嚇著一點 但Chick在側邊血性連殺 應該是想要狙擊Betty 結果跑一 隱形中跑一跑之後呢 發現好像沒有什麼技場武將 挑戰了咪咪蛋身上啊 馬上被撞到牆壁上面 之後被一波給帶走 Maple再一個虛擬善 在丟一顆球往前 尼也指貝人這裡又殘血 回到溫泉前面 咪咪蛋坦住了所有傷害 又是黑暗的形體 Double kill 恭喜閃電狼 拿到了IEM 卡到尾之戰 十二個小時的長征 LMAX的第一個冠軍 閃電狼 Flash Wolf 這個 這一切來得太突然 這幸福來得太突然 這個 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都還沒看懂 這比賽就結束了 就我覺得G2中間那一波 到底什麼啦